圣女大作战 成为16人组成的单身点赞团 那他们现在就在我们的左方 欢迎大家 也欢迎两位黄金单身男士刘俊杰 王凯欢迎你们 我们的点赞团将为每一位女嘉宾点赞 如果票数超过12票 将获得由钻石网独家提供的 价值10万元的婚恋服大礼包 如果票数超半 达到8票以上 将会获得5万元的婚恋服务大礼包 当然了 我们的女嘉宾还将获得 所有为她点赞的男士的单身资料 好 那首先来介绍 我们今天的各位导师 他们分别是 特别来宾 孟广美 心理学家雷敏老师 情感作家曾子航 婚恋服务专家徐蔚 以及我们微表情专家 邱永玲老师 好 我马上来认识 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历史 抗嘴护字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可能真的是台湾同胞 这样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 我叫张英 今年30岁 我是一名厨师 在上海经营了三家台湾小吃店 我的爱情宣言是 对爱情专一的女人最有魅力 真的是在经营台湾小吃店呢 对 那你到底是哪里人 你就直接告诉我们吧 我号称上海的偶尔间女王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偶尔间女王 你刚才指的都是谁啊 你到底指哪个具体的人吗 他 他 刘俊杰吗 戴帽子那位 是我吗 就是你 就是你 我发现他 他好像那个台湾的那个槟榔西施 在那吗 你知道 要有这么明显 你这表示好吗 你好 我赶紧让位啊 你有什么主动的邀请吗 你 跳舞 你 跳舞啊 跳舞 热舞 都女士主动了 你可以跳舞 在你旁边帮你一起跳舞 我 能不能来点复杂的动作 我 这一段任务之后有没有增进感情啊 我说她戴着面具啊 知道她的真容 还不知道真面目 你知道吗 好 来 刘俊杰先请坐 那我们能不能看一下你舞魅的真容 可以啊 张一小姐 三 二 一 你是不是觉得现场很多男士对你都有好感 我不知道啊 你可以问一下他们啊 那你来问 你最想问谁你就自己问嘛 那你来问 你最想问谁你就自己问嘛 跟你一起跳舞的 然后刘俊杰你对他有好感吗 第一样很好啊 说话其实蛮可爱的 我跟你说 这男人一害羞啊 有那么一些体态语言 比如说刚才第一次对话的时候 俊杰在摸鼻子 是这样 第二次说话的时候都结巴了 我告诉你 男人害羞是喜欢你的第一步 知道吗 对 你是说他有流鼻血 看到我受不了吗 找骨头吗 还是怎样 目前很多男士啊 对你都非常的有兴趣 来 那张一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16位单身团 他们的给赞情况好不好 好 各位321请按灯 哇 张一全场为你亮灯了 16票 太厉害了 谢谢大家对我的赞赏 她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女生 但是刚才第一轮是只不过圣女出战 第二轮叫直面挑战 这几位导师可没有他们那么好说话 都很厉害的 OK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来 直面挑战 我们先来看看张英的生活短片 大家好 我叫张英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女孩 今年30岁 我性格既有上海女孩子的开朗 活泼 温柔 直帅 也有台湾女孩子的温柔点 我是一名厨师 也同时在上海经营了三家自己的台湾小吃店 做女人叫急子 上上了厨厂 下的了厨房 搬的了萝莉 顺眼的了女王 身边总有很多很多的追求者 她们中最特别的一位 曾经用了十年的时间 等待换来我们之间 转战的缘分 我现在恢复担心已经一年多了 妈妈都快急死了 可是我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孩子 所以我想赶快找到一个真心疼我 爱我 能陪我白头到老的另一半 怪不得她对刘俊杰比较感兴趣 他们志同道合都是厨师 都做的一手好菜 而且都经营着自己的餐饮店 我觉得俊杰现在应该是压力山大 她身边有好多好多追她 有多少人追你 一百位 一百位 最少 这还算少 那多的是多少 我微信朋友圈里追我的 有六千多个 将近七千 七千个 七千人都在追你 没有没有没有 大概四五千 四五千个人追你 追你啊 追我 十五千个人追你 你让我和孟光美老师很汉颜 我们白头女 我们白头女 我可以先离席了 孟光美老师 我就特别奇怪了 十五千个人追你 总能挑出一个能当老公的吧 这个追的概念 和我们理解是不是不太一样 是男人冲你放电是吧 不是冲我放电 就是追求 我们理解的追求 那你每天 人家每天给你微信一条 追求你的微信 你看不过来啊 那就四五千条了 不是 你还哪有时间做藕蛙间啊 我不太会全都看啊 你看也不看 这只不理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在追你呢 就是他们会 我发出一个朋友圈的东西 都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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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赞 然后下面会写 我觉得你好性感 好怎么样 这就是追求 六位好喜欢你 都直接说了 我觉得这个张英是属于 确实很有魅力的一个女孩 你一走出来 我觉得我详细一首歌 你的热情 好像一把火 燃烧在整个演播室 你把我们演播室点燃了 不是 现场我们已经发现了 17个追张英的男生 不是 不是 你不要误解啊 我就特关心 还有一个给您点赞 点了十年的那个 就是不是有一人追你追十年了 对 在美国 在美国 他长途追你 来来回回的追 就是 隔一年来一次来回这样 那是 我有带信 带他写给你的信吗 对 刚开始的时候 他会 每天我们家信箱都会有一封信 每天 他连着的日期都是每天的 就365天不间断的 我们能有这个荣幸 欣赏一下别人的追求你的 这个语言吗 可以 来来来 你看看 这人的也多浪漫啊 这岳阳的信件 今天只是一小部分对不对 对 对对对 用手写的信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日期都是连着的 张英 在你的允许下我能看吗 可以 能给我们念念吗 能读吗 可以 哇 哇 你们知道吗 密密麻麻 然后你知道我首先看到的就是 下面一段里边有七八个 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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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现在给俊杰一特写 鼻子都红了 哎哎哎哎 他不在这儿你着什么急 这男人多大年纪啊 嗯 比我大二十岁 哦他今年三十岁 那个男人那就五十岁了 五十岁的人还能写出这么浪漫的话语了 你还不嫁他 太煽情了 认识你之前 无靠无依 认识你之后 无药可依 爱你爱你还是爱你想你想你时时刻刻念着你 真心爱心耐心来等待你的心等待妹的回应等待你的爱 再苦再难我都会爱你到永远 宝贝我爱你 我天哪 我觉得啊张英一个男人从四十岁开始这么浪漫的追你追了十年 这人能嫁了 但是她的妈妈可能觉得我年纪比较小 要去美国的话会为了一张绿卡 那你是为绿卡吗 不是 我觉得绿卡她没有办法去当人民币或者美金去用啊 只是一张身份而已啊 这身份你根本看不上 她妈妈错怪你了 对 那你用时间证明给她妈妈看我不是贪图一张绿卡 但是她妈妈还是这样 就是你跟这位五十岁这位大哥你们真的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商量过吗 比如说琢磨买个房啊什么的谈到这阶段了吗 谈到了啊 但是她妈妈不愿意啊 她妈妈不愿意啊 谁要谁买房 因为我要走的话 我希望给我妈妈一个保障 然后在上海 就希望对方在上海给你妈妈买个房 对 对方家里不愿意 她妈妈不愿意 对方的妈妈到底说出什么样的话呢 她觉得我拿了一张绿卡会把她儿子甩了或者怎么样 然后房子买好了 然后不会跟着她 她现在还单身吗 还单身 追过我的男生没有一个结婚的 追过你的男生没有一个结婚的 对 追过你有四五千号男人 他们为了你要手刮一生 所以你得尽快结婚啊 要不然你真是单无一批人啊 他们甘愿为了你单身下去 将单身进行到底 你祸害了多少男人啊 那不是我愿意的啊 我也希望我可以长 只要爱上了张一 再也爱不上别的女人 说到这段感情 你提到最多就是她妈妈反对 她妈妈反对 她妈妈反对 但是你没有谈 你跟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刚才陈荣念完这封信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的感觉是陈荣会觉得 我老公追我这么多年 都没有写这样的信 但是你 这倒是真的 我感觉你没有任何感动 你看看这封信 你有感动吗 我们都很感动啊 我们有感动啊 没有 她不感动 但是很合理 为什么 她只是有好感而已 对啊 可能好感就来自于这个信 不错啊 然后一般女孩都不会说到 所以我比较对你还有好感 真实而已 你觉得她喜欢你什么呢 可爱 直率 性感 但我觉得现在她忽略了 最重要的一点 你根本就没有爱上她 这是十年的一段恋情 那后来有再遇到过合适的男生吗 有 是什么样的一个男士 是我朋友的一个聚会上 没认识的 是不是也是热烈地追求你 家里 妈妈 爸爸 同事 然后朋友 妹妹 一起追 全家老小一起 一起帮她追 对 哇塞 就太看重她了 你知道吗 恨不得把这个女孩 赶紧娶到他们家里来 后来被她追到了 慢慢 全家人 追到了 追到了 追到之后不是挺好吗 发生什么问题呢 可能因为她爸爸的关系 她爸让我给她买房子 怎么又是房子 这是什么理由啊 她爸提的条件 要在那环一百多平米的房子 那现在这个地方 总价应该也要在三百万吧 三百万 你的这位男朋友是做什么呢 医疗器械 是固定上班的 对 收入情况呢 大概在三四千 月收入三四千 你三家 经营三家餐饮店 月收入有多少 大概十几万到二十万 十几万到二十万 哇 是个很会做生意的女孩子 真不简单 那所以你不觉得两家人家 她经济差别太大了吗 你当时为什么会喜欢她 因为我觉得她真的很好 她会 就是我妈妈不同意的时候 不让我们见面的时候 她会 一个晚上的雨 在我家楼下叫一个晚上 这给我问一下 张姨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她说四几二十万 这房子咱买得起吗 买得起 买了给她 干嘛干嘛呀 那两个女孩子心里不舒服呀 问题是她真喜欢那男的呀 这是女的尊严我反对 对呀 对 人家爸也不能提这样的要求啊 你可以自食其力 你儿子也工作啊 那她爸让你买房子这事 她知道吗 她知道 她同意吗 然后她说写上我的名字 给他们家买房子 但可以写上你的名字 就买房子 就欢房 欢房得由你家买 但写上你的名字 对 她名字写吗 不写 这不写 这不写啊 这不写写了吗 买了也写你的名 可以买啊 但是什么都要听她爸爸的 南京她爸爸跟我讲过一句话 就是 你不要不相信 我让我儿子怎么样 我儿子就怎么样 那个男士是个特别听爸爸妈妈话的孩子 老实到已经自己没什么主见了 是这意思吧 我感觉 就在练琴多长的时间 一年多 一年多 是在你跟那位十年的那个先生有重叠 是不是 对 所以这过去的十年你就 就在这两位当中就度过了 对 有四五千个追求者 你不觉得这样子太浪费了吗 你可以来是海雪吗 海雪 你只经历过这两段 对 现在收拾好心情了吗 感觉过去的就过去 但我觉得张音真的是很不容易 一个女孩子开三家店 全是靠你自己创业的吗 对 张音所说的这三家餐饮店呢 我们的编导也光布了 我们来看一下拍摄的情况好吗 请看VCR 我们在上海一个闹市区的街头 找到了张音口中的台湾小吃点 听她妈妈说 曾经的店铺 因为要收取她们一个月五万的资金 不得不放弃 如今这份生意 基本全靠张音妈妈一个人经营着 张音看完这段录像 我有很多好奇的问题 我们看到你是在街边的摊上 在做这个藕娃间 这个摊后面那家店是你们家的店吗 是 但是我要把它分割出去 因为刚开始的话 它的房租会比较便宜 然后它改建了以后的话 房租要翻五倍 这家店是你的产权 你把它租给别人了 不是 就是大家分割一下 就是压力会小一点 就现在这家店不是你的 你没租下来 我租下来 然后跟人家一起 房租你是多少钱租的 然后你要分给它是多少钱 我是五万多 租给他们四万 四万 那这样你一个月 就这一个点能挣多少钱 差不多一个店几万 三家的话就差不多十几万 你为什么要这么去经营呢 就是你既然一个点只能挣几万块钱 你为什么会先付出了五万 把可能店盘下来 又觉得不行 我盘出去 那表示让大家误解的 就是你有三家店 你是三家店的经营者 你三家店主 可是那实际证明 你只是一个摊而已 你只是一个摊吗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 确定一下 这个摊面是你们家的 后面那家店你没在经营 是人家的 对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 这三家店都是你自己在做的吗 没有 现在是我妈妈在管 就这个摊贩你妈妈在负责 对 你现在没在做这事 因为我平时的话也会接一些平面广告 就你还是可能是个模特或者是个演员 对 你演戏 对 演什么戏 《星辰舞》 《黄晓明》 张子怡 是不是吴雨森导演的那个戏 对 这戏正在拍 对 就前两天 然后因为这个节目然后退掉了 你也是其中的演员 对 你为了我们节目把 吴雨森导演 张子怡出演的电影推掉了 对 关键还有金城武出演 就是张英因为形象交好 所以还做广告模特 也出演一些小配角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你现在的主要工作是 做做模特 做做演员 而妈妈在打理这些摊贩 是这样吗 对 刚才大家一直在跟张英制政 我没有制政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必要制政的 净花水月 但是当一个人躲在净花水月里的时候 至少有一件事情他可以躲开 就是来自真相的疼痛 五六千个人点赞 身边一百多个男闺蜜来追 每个月三家店面十几二十万的收入 一个在美国每天给你写信写了十年的一个五十岁的哥哥 OK 这些男人让张英是一个多么精彩的女人 所以当一个女孩子 一个单纯的女孩子 在净花水月中躲避来自现实的疼痛的时候 我们何必制政呢 点赞团的成员 听完我们张英 她的个人的感情经历和创业经历之后 你们还依然点赞吗 刚才可是满票十六票 来 各位三二一请按键 你们是开过会了吗 怎么回事啊 他们全部暗灭灯了 但我觉得你好像没有掌握出台湾小吃的精髓 台湾小吃的精髓是什么 就是真 材料都是真材实料 然后用最不破坏原味的方式去烹饪它 让它呈现出原来的这个该有的味道 你知道一开始第一阶段 十六位男嘉宾都帮你按针 十六位男嘉宾你们按灯 是因为看到张英的针的 请做个表情 大部分都是看到你的针 那为什么后来又按灯了呢 因为你的针慢慢慢慢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你非常的好强 我觉得已经不只是好强 是虚荣 张英 其实如果你跟我们说 你有一个摊贩 每个月房租挺贵的 一万多块钱 但是我跟我妈妈一起经营它 我可以保障我的生活 我为这个感到很骄傲 我依然是上海的欧娃街女王 这样的朴实的话 可能更感动我们 今天呢 张英的妈妈也来现场了 我们能请出你妈妈吗 我相信在妈妈的眼中女儿 永远是最棒的女儿 张英的美貌是遗产妈妈 妈妈皮肤多好 真好 你好 张英妈妈好 其实这才是欧娃街女王 你店在哪里啊 我下次能去吃一回欧娃街吗 可以啊 在哪啊 在那个金安寺 自己现在是一个摊贩 就一个摊贩 就一个摊贩 平时都你在那里做 做 有时候她来帮忙 偶尔来一下帮忙 偶尔来一下帮帮忙 你每天的生活作息大概什么样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早上起来 先要把牛肉人家送回来 偶尔接送到家搞好 再去中午的时候摆 中午开始摆摊 摆摊大概要经营到几点呢 有时候一两点 半夜一两点 晚上一两点的时候 开车来吃的人特别多 阿姨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还可以啊 张英妈妈来介绍一下 你眼中的张英这个女儿 张英这个女儿是很孝顺的 也乖巧得很 也很听话的 有时候不舒服的时候 她能帮我晚上帮我坐一会儿 她到现在还单身 你着急吗 着急 每天都盯着她说 好了没有 好了吧 你知道吗 她身边有几千个喜欢她的人呢 经常有人打电话给我 有时候到我店里来跟我说 把你女儿嫁给我吧 我有房有车 这样的男人你看上去 做个妈妈眼光看上去 你觉得这男人可信赖吗 不不可信赖 不可信赖 为什么 就属于故意开玩笑的是不是 那你希望张英嫁个什么样的人呢 嫁一个比较老实一点 有孝敬心 有责任心 有她喜欢的人 有我女儿喜欢她的人 可是妈妈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上回有一个男生下着大雨 一晚上在下面叫她的名字 您都不让她下去 为什么呀 这男生啊喜欢喝酒 喜欢用她的钱 不是在负她的人 她必须在这承认一点东西 那个男孩子爱的是你 还是爱的是你的钱 那我想我们大概都明白了 就她贪图的还不是你的帽 她直接贪图你的店 你没有店了 她就什么都不贪了 张英 我知道你虽然做台湾小吃那么多年 但是从来没去过台湾对不对 对 好我现在告诉你 我也是一个做台湾小吃的父母 扶养长大 我知道那有多辛苦 二十年来 他们都是晚上一两点睡觉 但是所有辛苦都会有报偿的 我这边要提供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真的愿意踏踏实实的 去做台湾小吃 我邀请你 我招待你跟你母亲到台湾来 我招待你们两位来一个台湾小吃的精致之旅 张英妈妈 谢谢今天来到现场 我们都特别喜欢你 我一定 这周有空的时候 马上去金安寺 吃你的藕花间好不好 谢谢 好 大家都去 谢谢 张英 我真的很心疼你 尤其看到你妈妈之后 我真的好心疼你 你妈妈那么的朴实 那么的朴实 你怎么 我相信你内心里一定有那一块东西 你要让你那一块的东西放大 你走出来的第一步就是要承认 你没有所谓的三家店 三个摊位 你还有员工你去培训她 就是你和你的母亲在做一个小摊 一个月可能就挣到一两万块钱 你可能现在你的工作并不稳定 时有时无 你现在过的就是这种生活 你为什么还要把自己装成那么大 还要信那些目的不纯的男人呢 你现在要展示真实的自己 这才是你能找到你真爱的第一步 张英 你不要再武装你自己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你像一只小小的河豚 自己拼命地吹 把自己张那么大 你知道那个河豚我只要一根小针 你就 我不需要 我想在这个时刻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我们的点赞团 现在会给予她怎样的超数 各位3 2 1 请按键 虽然我们也等了 但是我还是祝福女嘉宾 希望你过得好 你的明天会很美 真心地祝福你 手里面信还重要吗 不重要 把那信扔掉 他舍得扔掉 不是每个男人都让你同 我们就做自己好了 他们会爱我们 张英 加油 做真实的自己 我觉得人要活得真实一点 无论在生活中 还是在舞台上 呈现出最真实的自己 才是最完美 最重要的 我希望参加完这个节目以后 赶快把自己嫁出去 早点让妈妈过上 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 希望张英能够加油 成为真正的娃娃街女王 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在场的各位导师 男嘉宾主持人大家好 我叫徐敬蕾 来自北京 今年虚岁是28岁 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 英文专业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 世俗对圣女的定义 他用的是剩下的圣 我认为我们不是被剩下的 因为我们对真爱 有自己的追求 我们屡败屡战 屡战屡败 我们永不妥协 所以我的宣言是 我是圣女我骄傲 谢谢 哇 欢迎来 徐敬蕾有请 这名字那么的熟悉 这个名字 还有更诡异的一点 我跟那个徐敬蕾 就是那个女演员 明星徐敬蕾 我跟他是一个初中的 我们两个等于是邻居 而且雪形星座生日 都是一样的 也同姓同名吗 对 我经常幻想说 如果跟那个老徐 我们两个相见 一定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首先我们徐敬蕾 将面对的是圣女初战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各位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 我个人我喜欢 很自然美的那种女人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 什么微整整形的 微调整会有 比如说打了一些 瘦点针之类的 对 因为我觉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我觉得这个 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这一上场对话 就火药味十足 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就是现在好像 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现在有许多女孩子 平凡地穿梭于各类节目 她们似乎招商的目的 大过于相亲的目的 所以说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她意思你是来招商引资来了吗 这个问题是这样 首先我认为相亲呢 找对象 其实就是一个多种渠道 寻找的这么一个东西 第二个呢就是 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 充满竞争力的时代 而且我觉得 找对象这个事 一定要把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 所以上节目展示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今天到底是为什么 转战到我们这个舞台呢 而且我看到你在舞台 也是被人牵手了 最后牵手也蛮意外的 可能也是一种缘分吧 然后我们现在是一个 比较好的很好的朋友 就是你和那位牵手的男士 成为了一般的朋友 是不是 对对 这个状态一定要说清楚了 是 好 那徐静磊 接下来将是我们第一次 单身团的投票时间 看看他们的点赞情况 好不好 好 来 各位单身男士 如果欣赏他 就请点赞 哦 票数不少啊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显示的分数情况 那现在徐静磊呢 获得的是12票 接下来你将面对的是 这五位导师 因为你要直面挑战 他们将会或犀利或温暖的 来剖析你剩下的原因 做好准备啊 好 我们为了进一步了解 徐静磊呢来看一下他的生活短片 大家好 我叫徐静磊 今年28岁 来自北京 我爸当初给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呀 是希望我像一个 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 安安静静地开放 但是呢 我是一个性子级 胆子大 喜欢冒险的女孩 我在一个传媒公司 做营销刻画的工作 专家之余喜欢去看电影啊 我还是一个美食控 喜欢逛街 看一些这个 有关艺术的一些展览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 一共是三段的恋情 可能我以前的几段感情呢 让大家觉得有一点重口味 这次来到这个节目呢 就是想让各位专家 帮我找到我在感情中理数受挫 成为圣灵的原因哦 其实我要的要特别简单 我就是想找一个思想成熟 有责任感 懂得包容我的男人 我已经找了太久了 不要让我等太久哦 来 各位导师 直面挑战的时间到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你最重口味的那段恋情 是这么回事 我是跟我上一家公司的老板 然后产生了一段办公室恋情 但是当时已经知道 他已经结婚了 谁追的谁啊 属于在工作中日久生情 在你知道他已婚的情况下 你接受了他的追求 或者你也暗示他 你欣赏他 是这意思吗 对 因为我们在一起 共事有三年 性格方面也比较契合 我又是一个比较勇敢 追求真爱的人 我觉得我不想在我的人生当中 错过一个这么合适的人 所以我也就跟他暗示了 后来我们两个就开始了 这样 这话听得我总觉得 好像有点不舒服啊 他觉得这是真爱 要勇敢 然后你反过来想 这可能在掺赛一个家庭 想过歉疚吗 肯定是有歉疚 但是我觉得 因为他也跟我反映了 他很多婚姻中的问题 他是不是经常跟你说这样的话 我跟我老婆已经没有感情了 就是很多影视剧当中 已婚男人经常对未婚女孩 说的一句话 他说了吗这句话 他说他跟他妇人有亲情 就是有点像 左手摸右手的感觉 但是那种爱情的感觉 已经没有了 你没有识破 这是已婚渣男的常用的技巧吗 我觉得好像在爱情中的女人 好像智商都比较低 就你相信他所有他告诉你的话 他在我的人生当中非常重要 因为他身上就是集合了 像导师啊 父亲 兄长一样的一些特质 然后造成我对他特别信任 我觉得可能 别的男人说这些话 我可以有疑问 但是他说的话我就深信不疑 你们坚持了多久 坚持了有一年吧 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分开的原因是因为 他跟他家里的家人摊牌了 就是说要离开 然后跟我在一起 然后遭受了他们家庭 特别强烈的反对 他们家是比较传统的家庭 就是父母都是老师 觉得对这方面特别忌讳 然后就以死相逼 最后就没有离成 他摊牌的时候 是你要求他摊牌 还是他觉得水到渠成 他应该去摊牌了 实话实说我要求比较多 是他主动摊牌的 还是因为太太发现后 他迫不得已摊牌的 他主动摊牌的 他太太发现 他有婚外情以后 有没有找你麻烦 比如说见了哪里面说 你这个狐狸精 你敢拆散我们的家庭 有没有说过这种话 也没有这么那个 就是这种语言 但是来找我谈过一次 谈的时候态度怎么样 也是很淡定吗 开始很淡定 后来可能情绪有些激动 就是他一直在回忆 他跟他丈夫 从大学时候相识 到现在走到今天 很不容易的一些经历 尤其是对我 可能他要表现出 他跟他丈夫之间的感情 觉得我可能没有机会 然后我觉得 我不想反驳他 我就一直在听 什么都没有说 说到最后 他自己就掩面痛哭这样的 有谈出个结果来吗 谈出个结果就是 后来我就退出了吗 是你提出退出 还是他选择了退出 退出的这个话是他先说的 然后我接受了 你觉得让你深爱 或者你认为太深爱你的 这个男人 选择退出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他在权衡 多方面情况 权衡什么情况让他退出 权衡家庭的责任感 还有我之间 他选择了承担家庭的责任感 而不选择我 所以那你还会认为 他是最爱你的吗 我认为人的情感比较复杂 然后在那时那地那刻 我不太确定 他对我到底是什么情感 但是肯定是对我有感情 对 但是最后结果就是分开了 我也不愿意太深究 你相信当时他和他太太之间的感情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因为我没有结过婚 我没有跟一个男人 长期的相处活 所以我不知道 爱情从最初的亲情 时间长了以后 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曾经是爱情 这你同意 对 曾经肯定有 否则也不会在一起 所以你意思是 每一段感情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而当发生变化的时候 是允许外遇和出轨的 我觉得可以多方选择吧 古话有人叫 乌碧腹而后生虫 我已经很信这句话 就是苍有不丁 没粉的蛋 对 也可以这么说 对 但是我 静蕾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假设这样一个情况 你遇到了一个 真心虾的男人 你跟他结婚了 过了十年 突然有一天他告诉你 我说静蕾 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激情了 我要到外面去找别的女人 你能接受吗 假设你就是当年 坐在你面前的那个太太 我觉得我情感上挺难接受的 我一定会特别悲伤 但是如果既然这个情况出现了 应该试着两个人 解决婚姻当中的问题 如果实在是解决不了的话 那我也接受 你会去谴责那位第三者吗 会谴责 要不咱也给当老婆的知识招 就是一个妻子跟自己的丈夫 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很多年 这个时候忽然间 丈夫在婚姻之外 有了一次感情的波动 这个时候每个妻子 她有四层保险 第一层保险叫血缘纽带 说白了就是孩子 第二层保险叫经济纽带 夫妻财产共有 第三层保险叫人际纽带 所谓人际纽带是什么 你们家的八大姑妻的人 只认我是你老公 然后我们家的八大姑 七大姨只认你是我妻子 第四层纽带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感情纽带 不管你管那个感情叫爱情 还是叫亲情 两个人之间是有感情的 这是感情纽带 这四条纽带越坚固 当丈夫出现婚外的一次感情波动的时候 身为妻子就越安全 刚才我们听到了 她实际上是败在第三条人际纽带上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选择丁克式的婚姻 好 血缘纽带没有了 很多年轻人选择不跟父母同住 好 人际纽带淡薄了 很多年轻人选择在婚姻生活当中AA制 好 经济纽带没有了 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 为什么现在都市生活当中离婚率这么高 就是这一段关系给我一个特别重要的教训 就是在最开始选择人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正确 就是她已婚或者是有一段固定的关系 我不会再接触她 对 那显然徐静蕾不仅是个聪明的女孩 目前看来还拥有一定的智慧 她起码从一件事情上汲取到 也许哪些事情是不该再发生的 对 那刚刚你也说到了前面两段 好像听起来都是办公室恋情 都是跟上司是这样吗 对 这一段恋情出问题 然后分开以后我的工作也没有了 像我们曾经做过办公室恋情的调查 调查数据显示很有意思 第一 百分之五十二的受访的人群 都是说过爱慕过同事 但是这里面呢 百分之八十一是没有表达过 就把这个爱慕埋在心里 但是百分之十九是行动 所以说明这个商场还是情场 所以这真是一个 尤其对像你这样的小姑娘 然后更有最大的一个诱惑 为什么 其实男人的魅力之一最高的体现在哪 就是专注于工作 曲总你说的不是你吧 据我所知 您也是一家大型婚恋网站的副总裁 有没有女下属向你表达过超乎友谊的爱慕 这事你不说还就想这么提呢 虽然男人尤其是已婚的男人 在职场上显示出很强的魅力的时候 如果你被他吸引 然后你去表白 然后他还有回应 这种男人绝对不可取 为什么 男人最重要看重的是什么责任 不是不是不是你这个有点避重就轻 你就给我直接回答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女下属 直接向你表达过爱慕 肯定有 你怎么回绝的 装糊涂啊 人家至少没有直接说 那个曲总 我喜欢你咱俩能开始吗 那如果真有人这么说了 你会准备怎么回应 已婚呢 已婚怎么可能开始 然后你会不会把它调离 和你接触比较少的岗位 坦白地说不会 我倒觉得曲总很棒 就是小猫想吃鱼 你让小猫看不见鱼 这猫不一定坚定 你把这鱼放猫嘴边上 这猫不吃 这猫一定很坚定 曲总从来没有把那些女员工 刻意地掉离身边对吧 不需要 而且我周围的女员工是非常多的 所以越这会儿 其实越考验这个已婚男人的责任感 关键的 关键的 曲总 看出谁害你 谁帮你了吧 我看出来 我们导师们花了那么长时间 再告诉你 商战上如果碰到你的上属 是一个已婚男士 他应该怎么做 而不应该怎么做 我们先来看看 他的情感分享 这么帅真的一个女孩 和我们分享了几段情感之后 你们对他的欣赏 有减低还是有身高呢 来 各位 请按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屏幕显示的票数 只剩下五票了 敬蕾 我想问其中一个男嘉宾 就是灭灯的理由 是不是你跟爸爸的关系 比较特殊 连自己的父亲都可以忍心 然后抛弃我 就算咱俩在一块 你也厚得不住 何必呢 对吧 灭吧 对肯德基而言 食品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任务 我们肯德基选用的白语基 是全球广泛使用的基种 不会添加基数 请消费者都可以放心 为中国消费者负责 这是我们肯德基的责任 为了您和您的家人 很得机承诺 每一口都安心 全方位浮动T恤 非科T恤刀 嗓子干咳咳痛 一杯蔓延疏 缓解症状 滋润嗓子 嗓子舒服 是喝出来的 蔓延疏 你 太嫩了 炒了你 你也是不干脆也炒了 还有你 你 你 你炒八香 金门狼香过你肉面 年轻人喜欢的味道啊 感冒了 找改喻啊 修正牌 改喻胶囊 那都不是个事 修正药业 感冒好了 改喻 非雕开关 品味非凡 非雕集团 三斤牌 葡萄糖 酸性口服液 喝蓝瓶的哦 哈药三斤 感冒了 找改喻啊 修正牌 改喻胶囊 那都不是个事 修正药业 感冒好了 改喻 三斤牌 葡萄糖 酸性口服液 喝蓝瓶的哦 哈药三斤 就一口 就一口啊 餐哩 Tru MC 康盛老糖酸菜牛肉面 32大功能秘制 地道串味 不是酸菜 康盛老糖更爽 康盛老糖酸菜牛肉面 孩子缺乏免疫力 易被传染爱生病 快快提高免疫力 少少爱盘有胶囊 祝健康成长好发育 空调 按十五度 开启无尽可能 福特一虎澎湃上市 福特 静无止境 孩子要补盖 锁定蓝品盖 哈要三斤 意大利美学 缔造两感之光 飞雕开关 品味非凡 飞雕集团 我想问其中一个男嘉宾 就是灭灯的理由 女人既然是作为一种比较高等的生物 她应该是能够控制自己情感的 因为你在宣泄自己情感的时候 你得知道有一条红线 你是必须不能够越过的 这就是你不能伤害第三个人 所以说从我个人的一种情感观 或者道德观来说 在作为女嘉宾的第二段感情 可能我个人不是特别能够接受 因为我喜欢的那种女人的话 我希望她也是跟我一样是很简单的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很复杂的 其实我想很真的 你按时她太复杂了 就是她的经历或者很多东西 就会很自己的 她是觉得厚得不住我 对对对 因为我如果要跟你 你刚才说刘俊杰 那什么样的男人才能hold住你 就是一个从来没有想过 要hold我的人才能hold得住我 这里还有亮灯的 他们也许就是那些 从来没想过要hold得住你的人 大家有什么对徐俊领好奇的问题吗 都可以提 来 爱情的付出和回报 永远是没有正比的 你在要求他们的同时 你有没有要求过 你自己给予他们什么 那如果是我 我情愿要做那个多付出的人 那那样你会得到的更多 对她一句话特别有感触 就是说 你在要求别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要求自己 看看自己有什么问题 这也是我今天来 这个节目的原因 我觉得要救人先救己 我觉得要先救好 我心里的伤痛 跟心里的问题 然后我才能比较好的 顺利地进入下一段恋情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将进入第三环节 希望静蕾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能够为爱胜放 各位导师 我们怎样帮助徐静蕾 这样一位相对高端的圣女 早日脱圣 早日盛放呢 有什么好招数 静蕾 你是我录这个圣女大作战 遇到的第八个女孩 你给我的第一个感觉 真的就是四个字 全副武装 我怀疑你是一个 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 你是吗 对 是 我还想问你 你觉得你的性格里面 有没有一个 破坏的欲望 您说的一点都不错 我是 对 我有一种毁坏的欲望 所以我觉得你只要把你 性格里面的那个所谓的 破坏的那个因子 拿掉的话 我觉得你会更棒 进来我有个疑问 就是说这三段感情的对象 是不是都年纪比你长 对 年纪都比我大很多 OK 所以可以这么说吗 你是个大叔控 对 刚才你承认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表情 你的眼神 有点好像不在此时此刻 你好像有一些回忆 其实每个女人的第一个大叔 都是自己的爸爸 是不是你跟爸爸的关系 比较特殊 在我八岁的时候 我父亲就因为 也是婚姻不太幸福 跟我母亲 然后就离家出走了 然后这么多年都没有音讯 我从小就觉得 连自己的父亲 都可能都可以忍心 然后抛弃我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不离开我的 所以我就希望找一个 年龄比较大 比较年长的人 对 这样比较有安全感 至今父亲都没有联系上吗 没有联系 因为我父亲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画家吧 他可能具有那种 文艺兮兮太浓了 有一些这个完美倾向 就是当自己的另一半 在感情上 然后达不到他们的要求的话 他们很容易心灰意冷 然后就造成 他很决绝地离我而去 我现在非常理解他 对他有印象吗 他那么早走的时候 我对他的印象 就是总看到他的背影 在洗那个相片 在那个暗房里 所以很想问一下 邱老师 缺乏父爱 会不会就让他对大叔 对可能相对有权势的男性 觊觎一些感情 大部分会 而且刚才静蕾提到一个细节 就是他对父亲的感觉 总是父亲在工作的时候 所以这个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的三段恋情 都是在职场当中发生的 因为他特别容易投射 职场的这些男性 而且是年纪比较大的男性 跟自己父亲的这个印象 结合在一起 而沟通他潜意识的一些行为 我倒想鼓励你 真的提起勇气来 用最大的善意 试着跟他接触 我觉得你对爸爸的这种 完美的形象 或者对他过去的怨恨 很可能就化解了一大半了 你才可以重新 丢下这个包袱 重新开始你的恋情 我鼓励你去寻找你的父亲 但是带着善意 去寻找你的父亲 我问静蕾一个问题 邹老师 你长得像爸爸更多 还像妈妈更多 像爸爸 爸爸长得偏女性化一点 所以我同意邱老师的看法 就是你要解决 今后跟男人的关系 首先要梳理 跟你父亲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你理解了 你父亲作为艺术家 确实跟一般男人 不一样的地方 谢谢两位老师的建议 然后在实际成熟的时候 有条件的时候 我可以试着去寻找他 我觉得找不找得到 什么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我觉得过程已经很重要了 迈开这一步非常重要 谢谢两位老师 非常好 祝福你 谢谢 爸爸在当年的离去 一定对徐静蕾 今天的择偶观 产生了很多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 是潜移默化 并且深刻的 我希望这一段经历 会让徐静蕾找准方向 往正确的方向而努力 接下来到第三次投票时间 好 各位 请安静 现在是七票 你将获得七位男士的 单身资料 你可以和他们认识 甚至交往 好 我们祝福徐静蕾 谢谢静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不管我经历了多少坎坷 经历了多少好的不好的事情 永远是相信爱情 我相信真爱 我觉得明明之中 会有一个人在 别人好当中 有一天会迈过很多人 然后找到我 先写我的手 然后我还想说 对以往我爱过的人 我真的爱你们 我永远不后悔 好 我们来认识下一位女嘉宾 有请 人世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集合 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 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 我不能感到 一丝丝情愿 谢谢 谢谢我们女嘉宾 一上来就送给大家一首 我只在乎你 来坐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齐璐 今年三十一岁 来自大连 我的生女学员是 我希望在这个盛放的年龄 能早日收获 属于我的爱情婚姻 谢谢 太棒了 一个积极热情的亲属女 来 我们的点赞团成员 有什么问题吗 第一样蛮好的 因为我觉得 第一个她很真实 所以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我可能比较喜欢 成熟稳重一些的吧 刘俊杰属于成熟稳重的吗 应该算是 你觉得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比较聪明吧 聪明是指情商比较高 还是智商比较高 因为这两方面可能是会 我觉得这两者都还不错 这个智商高是聪明 情商高是会装傻 情商智商双高 就是聪明而且会装傻 好 那首先我们请点赞团 给第一次投票 各位请按键 齐露的第一次票数是10票 好 那么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 齐露的生活故事 来 请看VCR 大家好 我叫齐露 今年31岁 来自大连 我这人性质也比较多 面双子座嘛 可能安静的时候 我就喜欢看看书 然后听听音乐 然后动感的时候呢 我就喜欢跳舞 我最刻骨铭心的一段呢 就是我是二十七岁 然后她呢是33岁 是因为就是一次为了演出 然后呢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红娘 谈到第三年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要谈婚论嫁了 这个时候呢就是遭到了 双方父母的这种强烈的反对 在这期间呢也做过一些非常极端的行为 所以后来就这样分手了 现在我就觉得我准备好了 刚刚VCR里只说到了一段恋情 也是唯一的一段吗 我觉得这算是我真正的一段恋情 你两个人谈了多少年的恋爱 将近八年的时间 将近八年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相处呢 因为她工作的性质 可能我们比较缺少离多 她是什么样的工作 她是在部队里边工作的 对 是做一些保密的工作 八年抗战都胜利了 为什么你却没迎来曙光呢 因为在第三年的时候 我们就谈婚论嫁了嘛 遭到了这个双方父母的激烈的反对 因为她家呢就是说 等于说是一个县城的嘛 她的母亲就觉得 她应该在县城 找一个小县城的姑娘 然后就在她母亲的身边 陪伴在侧 她就觉得找一个都市的女孩 而且可能有知识有文化 不太放心 没想过要争取一下吗 获得双方父母的理解 确实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吧 比如说 比如说首先她母亲不会说普通话 她说的就是安徽话嘛 其实我也很想经常地去嘘寒问暖啊 关心一下老人家啊 她就听不懂嘛 然后就是我也很着急 她妈妈反对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做过一些极力 极端的行为去阻止你们 后来她妈妈就说 如果说你再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的话 那我不要活好了 以死相逼 对 就说那你反正选一个吧 那你爸妈对她印象怎么样 其实我爸妈说心里话 心里也有一点点怎么讲 就感觉好像女儿有一个男朋友 但这个男朋友又好像像隐身一样 因为有时候来了的时候 他就不在嘛 好像也享受不到这种 女儿男朋友的这种福利 就感觉就跟没有这个人一样 所以我的母亲也觉得 就是说找这样一个男人靠谱嘛 这个我觉得父母可能不能理解她 这齐鲁我问你 她半年能回家一次 看你一眼对吧 一次能跟你在一起 两个人在一起互动多久 一两个月 你看 你见不到她的时候 一定是你想她 她想你 俩人互相想半年 然后对对方的期待 永远以一两个月的甜蜜 作为补偿 这八年辗转反侧 这八年太爽了 这怎么能说是爽呢 思念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啊 不过我是很怀疑 在热恋当中的男女 真能忍办你不见面吗 她有没有偷偷地 溜出来跟你见过面 其实还真有过 居然 真有过 因为就是说 包括香港太林老师说的 就是两个人 你到了相爱到一定程度 你真的就是想见她 人就整个是一个 癫狂的状态 你说为爱癫狂 为爱疯狂 做过哪些疯狂举动啊 其实做过很多 到最后就是说 已经没有出口了嘛 然后就想过私奔 去一个大草原 或者去一个森林里边 盖一间木屋 然后男的去食材 然后女的呢 在家里边做饭 这是一个想过私奔 还想过什么呀 嗯 还想过自杀 我看小说 我都会流眼泪的人 更何况是 说我自己的事 对 我站在你这边 你难道让一个女孩子 跟她一起殉情男人 现在站在这 她会很冷不无情地说她吗 我做不到 八成可能性 此时此刻 就在你镜头后 对肯德基而言 食品安全永远是 我们的第一任务 我们肯德基选用的 白语机 是全球广泛使用的机种 不会添加机数 请消费者都可以放心 为中国消费者负责 这是我们肯德基的责任 为了您和您的家人 肯德基承诺 每一口都安心 感冒了 找改喻 修正牌改喻胶囊 那都不是个事 修正药业 感冒好了 改喻 美极特等都 180万方全球登市采购基地 美极特集团 康泰克先生 有糖可不出 问题在里面 我是谈多多 新康泰克牌 颜算安秀所缓式胶囊 坐进盘业排出 一天一例 薛盘而止咳 感冒了 找改喻啊 修正牌 改喻胶囊 那都不是个事 修正药业 感冒好了 改喻 非雕开关 品味非法 非雕集团 感冒了 找改喻啊 修正牌 改喻胶囊 那都不是个事 修正药业 感冒好了 感育 老友索医 有亚培 精彩呈现 孩子缺乏免疫力 亦被传染 爱生病 快快提高免疫力 修修爱牌 优耳胶囊 祝健康成长 好发育 胖学 太少 我没法思考 对不起 香豆泥 第一道路上 又不难等 再加了蜜质香菇 康师傅 蜜质香菇 卤香牛肉面 健康补核含有三分之二概念 与三分之一股胶原 金盖尔棋牌 碳酸钙为 第三元素片四 升级配方 促进股胶原合成 助骨骼强加韧 金盖尔棋牌 嗓子干咳咳痛 一杯蔓延舒宁 缓解症状 滋润嗓子 嗓子舒服 是喝出来的 蔓延舒宁 意大利美学 缔造灵感之光 非雕开关 品味非凡 非雕集团 这是一个想过私奔 还想过什么呀 还想过自杀 我很 想过训情啊 就觉得 两人一起想训情啊 对 就觉得训情 我那天其实我记忆蛮深的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对爱情就特别有冲击嘛 我也看过很多爱情小说 但是我觉得那一次 真的就让我感觉 那真是比小说精彩太多了 那天我记得下的雨 特别特别的大 就包括车窗前的这个雨刷 已经都不好使了嘛 就是这雨太大了 我们开着是往秘云那边 北京秘云嘛 往那边开 然后就想着工具都准备好了 什么工具啊 自杀的工具 对 自杀要需要工具啊 就是他平常修 他特别喜欢车嘛 然后就平常就是 有一些小工具啊什么的 他就说这个OK的 肯定可以死掉的 他准备的时候你都知道 他告诉我要准备嘛 他就说你放心吧 然后那个 我们就做好了 就是就好像都安排好一切 然后今天在单位都很平静 然后就给父母也都打电话 仿佛就说我们可能就是 我们要离开了那种感觉 父母其实那天都觉得 我们特别奇怪 特别反常 我们就觉得晚上 我们就要义无反顾地去殉情 然后开往命运方向 然后呢 我们俩就回想我们 从相识相爱 然后相恋相许 到现在可能要一起殉情 我们就去想 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嘛 但你也同年同月同日死 就这个台词真的就说了 然后呢 然后就去了之后嘛 然后就是我们说 可能就是 其实死 其实是一件蛮需要勇气的事 那肯定 你刚明白啊 但是找死更加难 而且还那两人一同说要找死 对 这个我觉得天方夜谭啊 在当今社会 然后就想自己动手吧 但是又很不下心对自己 我们就说要不然我们就相互吧 对 就说 那你先来 怎么做 然后那个你先好了 或者你先 然后他就说可以 你怎么样都行 他说我一切都OK 他说你就 你就放手去做 就这样 但是我就发现 我也无法 做不到 他也做不到 他更久了 但是你觉得 用寻死的方式 会比你们两个人 真心地结合在一起 然后回去求老人家原谅 来得好吗 所以这个也是后来 我们没有殉情成的原因 因为我们就想 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呢 或者说我们想 就是退而求其次 我们私奔嘛 就是这样 我觉得你们都有私奔的勇气 有自杀的勇气 还不如拿两张身份证 自己去领证的勇气呢 这来得更简单 既然领了证了 两家老人家最终也会想通的 对 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 那个时候妇女反对 看那户口本 比看银行存折看的可颜色 是 真的是这样 但是真正 你告诉我们 真正让你们放下刀子 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想在一起吧 因为就是觉得 至少我们活着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还能在一起吧 你觉得后期 第三年 第五年 第八年 他有什么样的特质 让你觉得 你值得为这个人 去私奔 去伤害你的父母 因为他比我大12岁嘛 其实你看 包括我现在做人的态度 包括我对工作的态度 包括我怎么去与人相处 其实他是我的老师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男人真的值得我爱 因为他非常的善良 勇敢 坚强 但是你们最终怎么分开的 是什么原因 让你们分开的呀 我记得就是最后一次 我们就来到第一次 约会的那个餐厅嘛 大家用一个成年人的方式 就说我们再这样下去 怎么办呢 我也不想再耽误他了 我说不如我们就分手 我说我就回大连好了嘛 但是我觉得他还蛮男人的吧 然他说我不可能让你走 然他说你一个小女孩 心心苦苦地在这读大学 有了现在这一点点小小的成绩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你放心 我走了 但是我知道他说这句话 也就意味着他前途的完全终极 你的意思是他把北京城让给了你 他把我喜欢的北京留给了我 我想问一下齐璐 你在大学时代或者中学时代 是不是看了很多穷瑶小说 其实有 然后我忽然觉得 他们是沉浸在自己的 为自己营造的悲情爱情世界里 他们的爱情可以不那么悲情的 是他们自己设计成那样的 还有最后一次分手 一定要去自己第一次约会的餐厅 它搞得特别有仪式感 我觉得恋爱的每一个环节 似乎都是你们精心设计的 这样的精心设计的仪式感 反而促使了你们分手 其实我 搞得很悲情 我把北京城让给你 何必啊 你们完全可以在北京城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想你这个故事 今天播出的时候 可能电视机旁 很多女孩子会为你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而感到嫉妒甚至羡慕 你知道吗 我真不同意 我也不太不同意了 我觉得陈如说得非常好 为什么 听来听去让我觉得是两个孩子 在做一种游戏 在玩爱情游戏 他们对待爱情这方面太幼稚了 他们掌控爱太无力了 你知道吗 他们居然想去自杀 这念头都敢有 不敢去跟自己的亲人去争取 当他们爱情路上有些挫折的时候 他们就要效仿小说中的情节 把小说搬到自己的生活里 他觉得这样才叫崇高的爱情 这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这是一个悲剧 谁会去羡慕这样的爱情 你们应该真上一节很意义很大的课 那是什么呀 爱情这门课 来 各位男士 第二轮的投票时间到了 你们作为如果欣赏他的对象 真的会有这样的好机会 来 请按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五票 为什么 我听到女嘉宾说到现在 我为了对我负责 对我这帮兄弟负责 也对女嘉宾你自己负责 我不得不尖锐地问你一个问题 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飞科剃剃剃刀 全方位浮动体虚 三环弧面刀网 全身水洗 飞科剃剃剃刀 对肯德基而言 食品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任务 我们肯德基选用的白语机 是全球广泛使用的机种 不会添加激素 请消费者都可以放心 为中国消费者负责 这是我们肯德基的责任 为了您和您的家人 肯德基承诺 每一口都安心 恒大冰犬 长白山天然矿泉水 嗓子干咳咳痛 一杯蔓延舒凝 缓解症状 滋润嗓子 嗓子舒服 是喝出来的 蔓延舒凝 我家自从 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恒大冰犬 长白山天然矿泉水 哇 肌肤越加水润白稀 龙力起水动力 汇集全球智慧 持久渗透 循环补水 肌肤水润透亮 浓力起水动力 重塑美丽自信 三斤排葡萄糖 三星口福叶 喝蓝瓶的哦 哈药三斤 今晚 交给 80后 有请黄自见 去多多今晚80后脱口秀 每周日晚10点45分就在东方卫视 今晚80后脱口秀 由去多多一定吃到豆 独家挂名播出 三斤排葡萄糖 三星口福叶 喝蓝瓶的哦 哈药三斤 就一口 就一口啊 康盛宝谈酸菜牛肉面 32道功力秘质 地道川味 不是酸上 康盛宝谈更爽 康盛宝谈酸菜牛肉面 孩子缺乏免疫力 异被传染 爱生病 快快提高免疫力 修修爱盘 优耳胶囊 祝健康成长 好发育 孩子要补钙 锁定蓝瓶钙 哈药三斤 健康骨骼含有三分之二钙炎 与三分之一骨胶原 金盖尔棋牌碳酸钙为第三元素变四 升级配方 促进骨胶原合成 助骨骼强加刃 金盖尔棋牌 恒大平泉 长白山天然矿泉水 你真的做好准备了 我做好准备了 我听到现在我感觉 你在回忆你跟你前男友的 同时你是充满甜蜜的 说让你们分手 你是痛苦的 那我是否可以理解 其实你现在心里还有它 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也在不断成长 那如果下一段感情 你的家里面和我的家里面 也反对 怎么办 那这次我一定要成功 我要运用我爱的智慧 和我爱的能力去成功 而不是只是说一腔热血的爱 因为那个时候我太年轻 咱们能不能不说殉情这事了 那是多傻多傻的一件事啊 我跟你说 我特别同意有那么一句歌词嘛 我要是梁山博 我一定放过助银台 我一定 扭头就走 逃离他的视线 让他好好地生活下去 尽情地去体会生命的多傻 可能男嘉宾说 我在说这个人的时候 可能还有一些情绪 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系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多愁善感的人 我看电视里边的故事 我看小说 我都会流眼泪的人 更何况是说我自己的事 这一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你难道让一个女孩子 经历了八年的感情 而且曾经跟她一起 殉情男人 现在站在这 她会很冷酷无情地说她吗 我就很正常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我不是说她没有感情 但是她那样 我完全可以认为 她还沉浸在她当时的视线里面 这个我要站在 那个女嘉宾这边 要帮她说一句话了 我觉得 你们难道没有过去吗 除非没恋爱过 因为我很能感同身受 她的这份感情 毕竟八年呢 你让她从记忆当中抹去 她就不是人了 那我问一下我们这位男士 你觉得她做好准备 走入一段新恋情了吗 我还说一句话 你觉得 你把她当成回忆了吗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我心里很干净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她做好准备了 因为我也曾经有过 很刻骨铭心的这种东西 然后我走出来 我就觉得我特释怀 这种感觉 很阳光很健康的一种心态 她的话都说到你心坎里去了 是 我觉得她可能 有共同的经历吧 对对对 可能这是患者与患者之间的交流 那我再来假设一个场景 你跟一个男士 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 突然她再次找到了你说 我无法忘怀我们曾经的八年 我要重新开始 你跟我走吧 父母的这边 你不要疑虑 我来搞定 你怎么办 我只能用我现在成年人的方式 去告诉她 我们曾经的这段美好的恋情 就让我们永远留存在记忆里好了 首先是这样 我们东方卫视圣女大作战 每期节目播出之前 都会有宣传片 通过网络渠道 或者说在东方卫视播出 因为你和她在一起八年 她周围的同乡都知道你 她会收到相关信息 我认为有八成可能性 此时此刻就在那镜头后头呢 你干嘛不让齐鲁跟她说 对 我非常感谢 这八年来 你对我的照顾和关怀 现在的我 已经做好准备 我也已经成长 有爱的智慧 我希望能展开自己一段新的恋情 我也衷心地祝福 希望你能真正地幸福 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所以她是真的准备好 开始一段新恋情了 此刻我想起了张爱佳 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我想你可能也唱过 爱的代价 爱的代价 还曾经记得年少的她 也曾经为她疯狂 为她流泪 可如今想起她呢 就当往事随风去吧 对 我自己有过七年的苦练 也是因为双方家长的 那个 然后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这样子的类似的问题 我只是觉得 如果能够从头来一次的话 我觉得我会有更好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事情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后悔 那七年不出去的感情 所以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 我觉得你很幸运 你也很幸福 好 我想齐璐起码明白了一点 她可能当年的 她以为没有了 那位就没有了全世界 但是她走了 你的世界还在 对 是吧 所以世界可以依然精彩 我们来看看 最后一次投票的结果 你们认为齐璐准备好了吗 对于所有的单身男士来说 齐璐是你们不错的选择吗 请安检 酒票 齐璐 首先恭喜你 已经超过半数了 所以你将获得钻石网 所提供的价值五万元的 高端派对婚恋服务礼包 感谢 感谢 齐璐 我们一直相信你准备好了 所以旧的思念一定会被你新的恋情替代的 加油 加油 好 谢谢齐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我希望这个男士也能成熟稳重一些 然后一定要孝顺 一定要尊重女性 然后懂得关心人照顾人 也希望她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这样可能大家生活起来可能会更舒服 我希望亲爱的你快些来吧 下期订阅 許可 跑哪去了 奔腾剃虚刀 剃虚不残留 孩子要补钙 锁定蓝品盖 只有3斤 全方位浮动T恤 飞科T恤刀 嗓子干咳痛 一杯蔓延舒凝 缓解症状 滋润嗓子 嗓子舒服 是喝出来的 蔓延舒凝 爸爸 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妈妈说 旺仔能爱 很营养 又很放心 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 比你强 我要强 我要强 哇 三斤排葡萄糖 三星口福叶 喝蓝瓶的哦 哈要三斤 爸爸 我们小鸭好吃的 等等 我给他们准备了 哇 剑打巧克力 八条剑打巧克力 包含了一杯牛奶的 绝大部分营养 香浓美味 剑打巧克力 孩子喜欢或放心 三斤排葡萄糖 三星口福叶 喝蓝瓶的哦 哈要三斤 这一口 这一口哦 康盛宝谈酸菜牛肉面 康盛宝谈酸菜牛肉面 32个工艺秘质地道川味 不是酸上 康盛宝谈更爽 康盛宝谈酸菜牛肉面 金色若瑟 源自意大利的传统工艺 传承费力罗多年的卓越技艺 精心制作 费力罗若瑟 金色经典 金色圣诞 健康骨骼含有三分之二钙盐 与三分之一骨胶原 金盖尔棋牌碳酸钙为第三元素变四 升级配方 促进骨胶原合成 助骨骼强加刃 金盖尔棋牌 我 康泰克先生 有糖咳不出 问题在里面 我是糖多多 新康泰克牌 盐酸胺就所缓食胶囊 促进糖液排出 一天一令 薰糖而止咳 健康骨骼含有三分之二钙盐 与三分之一骨胶原 金盖尔棋牌碳酸钙为第三元素变四 升级配方 促进骨胶原合成 助骨骼强加刃 金盖尔棋牌 喝香飘飘奶茶了 香飘飘奶茶好喝 香飘飘奶茶好喝 好喝 十二余人次在喝的香飘飘奶茶 感冒了 找改喻啊 修正牌改喻胶囊 那都不是个事 修正药业 感冒好了 改喻 健康骨骼含有三分之二钙盐 与三分之一骨胶原 金盖尔棋牌碳酸钙为第三元素变四 升级配方 促进骨胶原合成 助骨骼强加刃 金盖尔棋牌 感谢您收看我们这期的节目 如果您对我们的嘉宾动心呢 请和我们取得联系 如果您是等爱的圣女 也请和我们取得联系 走上我们的舞台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钻石网 实际家园 百合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您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周再见 许敬蕾呢 他的各方面外形条件 非常的出色 故事也特别的多 如果真的是想过日子的男生 可能不会选择这样复杂的女生 一个女孩子能够靠自己双手 靠自己的能力去赚钱 我觉得他就 他就不是一个画皮 我希望启鲁呢 他能真正地 从那段恋情中走出来 最后我还是衷心地祝福 他会找到自己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